欢迎收看每周360 非常荣幸 本期依然是我Vender 来带大家上知天文 下知车谈大小事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第一则新闻是关于Ford Mustang 那就是第七代Ford Mustang 正式在美国率先发布 这一代的Ford Mustang 可说是在经典之余结合了科技的潮流 先说说经典 新一代的Ford Mustang 采用了堪称时代传奇的 5.0公升V-8自吸引擎 根据之前的直播 他们公布了这具引擎的动力输出达到了500HP 峰值扭力尚未公布 当然不仅如此 你也可以选择2.3公升的EcoBoost的 涡轮增压引擎 时速自排变速箱 但是5.0公升的引擎则有6速手排变速箱 这一次原厂为他准备了Drift Brake 飘移刹车功能 相信这一代的Ford Mustang 不仅动力出色 可玩性跟操控表现 或许比起上一代更为优秀 外观方面可说是经典 运动与时尚的结合 这是因为全新一代的Ford Mustang 依然维持了经典的肌肉车设定 在外观上 它的线条更为简洁 同时大灯组经过重新设计 变得更为锐利 整体来说整个前年的侵略性 比起上一代犀利了不少 至于车侧虽然整体线条 采用较为简洁化的设计 但它还是保留了肌肉车的那种 菱角分明的肌肉式设计 而车尾部分 左右分铃三个爪式的尾灯 依旧被保留下来 不仅如此 加上双边四处的排气管 整个运动感非常强烈 可说是如虎添翼 内饰部分 原厂为它导入了双脸屏的设计 12.3寸全液晶仪表 加13.1寸的中控触控屏主机 配备了Skin4操作系统 所以可以依据驾驶者的个人喜好 进行调节 此外 加上对于内饰设计上的优化 不仅可以让你感受到穿越未来的激情 根据原厂的消息 这款车会在2023年的夏天开始在美国贩售 预计2023年春天就会释出更详细的细节 其中包括了动力数据跟售价 那不知道新一代的车型会不会来到我国 毕竟上一代的车型在我国可是非常受欢迎了 所以来了 就买它 第二则新闻 小钢炮Toyota CHR2023又有消息了 大明云湖畔的Toyota CHR你或许仍有影响 虽然这款车在大马已经停售 但在海外市场实际的销量其实已经逼近了150万大关 可以说是丰田最成功的全新车系 据悉新一代的CHR已经在开发中 并且会采用丰田专门为欧洲市场开发的新平台 E3架构 这个平台是以目前TNGA C和E TNGA架构下建立的新平台 我们来看关于这款CHR的引擎部分 据悉新一代的CHR除了存电之外 还会有新的混合动力引擎 你喜欢这款车吗?不妨留言在评论区告诉我 第三则新闻来考一考你 SUV你听过?那么FUV你听过吗? 诶?不知道吗? 那么容许我告诉你FUV全称Ferrari Utility Vehicle 没错 Ferrari Porto Sanju 作为超跑品牌Ferrari首款旗下发布的SUV车型 终于正式发布了 既然是Ferrari 当然是要先聊一聊引擎的部分 Ferrari Porto Sanju 这款车引擎部分是最为亮眼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搭载了一具6.5L V12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8速双离壳变速箱 它的动力比起Ferrari使上其他的GT跑车更强 达到了最大马力表现为 715HP 峰值扭力则为716Nm 只需3.3秒就可以破每小时100公里 急速则是每小时310公里 而10.6秒则可达至每小时200公里 可以让只需要开车就能体验到 所谓的迅累不及掩耳知识 为什么它不叫SUV而是FUV呢? 我说毕竟是Ferrari的首款SUV 叫FUV当然是要让它现有Ferrari的味道啊 言归正传Ferrari Poro Sandro的动力输出成绩成功打破了 Alston Martin VBX707之前的记录 成为了目前世界上马力最高的SUV车型 至于外观部分 这款车还是采用相当超跑化的设计语言 可以看到整个前脸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前脸除了有两个logo 上部分有一个是长方形的长标 下方是一个细长的水箱护罩 并且一直延伸至两边的LED日行灯上 至于下部分就是一个月马标 同时也有个更大的水箱护罩为引擎提供进气 另外两边还有造型硕大的导风口设计 整个前脸非常具有侵略性 至于车侧有一个导流口 它整体的线条不像一般SUV那么硬朗 而是采用酷背SUV的溜背式造型 更显运动化的同时还能降低风阻系数 同时它还有导流口的设计 可以为车子提供更好的空气动力学 当然探陶瓷刹车系统也不会缺席 另外不同于其他的对手 这一次这款SUV采用了对开门的设计 更加方便乘客上下车 车尾方面它的尾部看起来也非常帅气 尾灯组分为四个矩形设计 同时中间还有一个镂空的线条设计 当车子高速行驶时 这个部分有着导风的作用 可以为车辆提供一定的下压力 而双边四处的排气管设计也暗示你 诶我FUV可不是好惹的 车内的部分这一款车是一辆四座的定位 而内饰是一贯法拉利的运动风设计 全液晶仪表配上集成大量控制按键的方向盘 一切都是以极致的驾驶乐趣为首要需求 另外中控台部分是这款车的触控式冷气控制面板 同时在副驾驶的前面还有一个显示屏 可以显示车子的时速、转速、驾驶模式等基本的信息 基本上整辆车很好地兼顾了豪华和运动氛围 据悉原厂将在今年开始生产 这一次为了确保这款车的稀有度 原厂的交车量将控制在每年总产量的20%以内 并且预计今年开始投产 预售价从39万欧元 所以买它 第四则新闻 Lexus RX2023年海外开放预定 这一次带给你更豪华、更强劲的体验 最近2023年Lexus RX正式在海外市场公布了更多细节 作为雷克萨斯Lexus最好卖的车款 这款车可以说是拥有了原厂最为出色的德科技表现 全新一代的Lexus RX是在今年6月份正式发布 在这一次中原厂发布了第二款 归属在性能车品牌的F Sports Performance下的车款 RX500H 这款车基于GA-K平台的打造 整体的细节维持了家主特性 包括了地中心、高刚性 不管是在操控表现 还是在安全性都一样出色 在车身尺寸各项数据上 虽然车场保持不变 不过宽度和高度分别多了 25mm和10mm 轴距也从原本的2790mm加长了60mm 所以对比上一代车型 车内的空间表现或许更为优秀 内饰部分 这款车采用了Lexus 最新的设计语言 通过全液晶仪表加这个14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原厂打造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座舱 同时它的主机也集成了多种控制功能 大大减少了中控台的这个按键分布 它看起来更简洁利落 而且你也可以注意到在质感方面 比起新一代NX更上一层楼 引擎部分 这一次RX有多种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其中就包括了2.4L涡轮增压引擎 2.5L混合动力引擎 以及崭新的2.4L涡轮加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 随便一提 这个版本就叫做F Sport Performance 其综合最大马力达到了367HP 峰值扭力则为550Nm 所以0-100的加速只需要5.9秒 而且还可以看到Direct4智能市区系统的出现 这是原厂为了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管 特别开发的系统 可以让车子有更为精准的操控表现 这款车已经在海外市场开卖 不过预计在2023年才会引进本地市场 相信也会是以2.4L涡轮版本作为主打 目前RX售价已经在40万令吉左右 你觉得新一代的车型会卖多少钱? 不管了,买它! 终于来到最后啦 最后一则则是有关于电动车的新闻 就在上周,根据本地媒体报道 深纳美现代汽车Sindabi Moto负责人 证实正在和中国的比亚迪商谈 关于在本地为他们的车子进行代理工作的细节 虽然商谈还处于初步阶段 但是这似乎在暗示我们 诶?比亚迪的电动车要与我国翻售了呢? 而关于比亚迪旗下电动车与我国售卖仪式 据悉首款车型会是Atletree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元Plus 因为这款车已经先后登陆了日本 泰国、新加坡等市场 而首批电动车将只为在今年的年末前导入 据说只有2000辆 只不过目前还不清楚是直接从中国 还是在这个泰国工厂CPU整装进口 除了今年的第一批车型 据悉明年深纳美的目标是引路1万辆车到我国翻售 而根据媒体的猜测 以如此庞大的数量 或许代表他们打算在我国进行CKD本地租装 但是早前我们有看到原厂在我国进行人员的招募 本以为会是该公司以一人之力的方式进军我国 但如果根据深纳美进行代理工作的话 计划是否有变就得等原厂进一步的公布了 那如果比亚迪真的来到我国市场 大家会选择给他一个机会吗? 不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每周360的内容 喜欢我们这一期的影片 不妨订阅、开启小铃铛、点赞与分享 记得去追踪我们的IG 还有超级好玩的又有趣的TikTok与小红书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